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最长寿的单元 存股抵Bug 真的都不知道抵了多少次的Bug了 但Bug永远都存在 这就是市场有趣的地方 就像今年我相信有很多人 纷纷跳进来买所谓的公债型的ETF 或是投资等级债型的ETF 因为我们的存股交付古瑜讲了好久好久好久的债券 终于让大家看到了似乎是甜甜价 但是一买了公债ETF就会想 早知道我应该去买的是高股息ETF 高股息ETF今年息差都双赚 到底这个timing怎么这么难抓 事情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 本来以为这个公债ETF的殖利率已经够甜了 没想到还有再更甜 如果子弹快打完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一集就要帮大家抵一个观念上的Bug 事实上 为什么以前古瑜到现在都会告诉大家 资产要分配 不要担押 好 高股息ETF或是债券型ETF 到底有没有机会合在一起配 让你领到一个最好的息 而且不用担心波动呢 事实上本来就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这边的话 我觉得市场真的是很容易一头热 没有错 什么东西红的时候就会把钱通通都压在那里 没有错 然后就会眼睁睁看着没压的东西在涨 没有错 市场的惯性就是如此 好不好 但是呢我们在这么多年以来啊 债券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从一个冷衙门啊 变成一个火热的标的物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幻想我能够马上都赚到价差 这个观念非常的错误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会那么吸引人 不外乎是觉得如果等降息 我就可以赚钱 对对对 可是降息什么时候发生不一定嘛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看一下 这几年的债券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 来我帮各位整理一下 这个是2021年10月的时候 我帮各位呢 把前十大的债券 规模全部都拉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2021年10月的时候 前十大的规模大概是5162亿 那全部合计的话呢 大概是一兆2595亿 可是你知道吗 今年的8月 一样是前十大 你知道规模变多少了吗 变多少 规模变成8607亿啊 多了3000多亿被你喊出来的 哎穹恩不要这么说 代表很多人啊 都对债券市场非常的看好 当然 然后呢 整个呢 合计的规模呢 来到了1600 呃 一兆6106亿 大到念不出来 对大到呢 我不小心把这个点号的部分给看出位置了 所以你看哦 大概整个规模的部分的话 可以说是 多了3500多亿啊 而且更重要的 你知道这3500多亿都是谁在买吗 都很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散户冲进去买的啊 都是纯股debug的观众 啊不要千万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说 为什么我们敢 啊这样子跟观众朋友讲呢 因为我们以前有讲过一件事情 事实上呢 以前发行的债券产品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投信帮 受险公司或是银行 他去量身订做的 对都法人在买 对主要是法人在买 可是呢从200 可是从呢那个今年开始的话呢 很多买进的这些资金的话呢 都来自于散户 那你知道这个散户到底有多疯狂吗 我帮各位哦 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你一看就懂了 你就知道疯狂的程度在哪里 好 来这一档 00679B 元大美在20年 老面孔了 老面孔了 一样哦 2021年10月 89.7亿 对 2023年8月 1061.5亿 他很厉害耶 因为这些资金价格是跌的哦 对没有错 这些资金价格是跌的 他暴增耶 他暴增啊 他整个规模增加了快十倍 你知道吗 哇 大家那么懂得向下摊平哦 不是不是向下摊平 大家非常看好了 未来一定会发生降级的事件 应该是在今年规模成长很多 对今年 那当然不是只有他啦 另外一档呢 国泰美在20年 他呢也是从81.9亿 成长到410.5亿 是 所以他也几乎成长了4倍 所以你可以发现啊 在这一波升降息的这个循环过程里面 散户呢 是不是非常的看好 降息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对 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大胆的冲进去买呢 照完了知道一件事情啊 以前呢 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ETF投资啊 他的规模啊 能够一年增加100亿啊 就不得了了 现在什么怪事情都有啊 对 现在什么怪事情都有啊 你看像那个从八十 从那个六七十亿一口气包 震到一千多亿这种事情都发生了 你觉得这种东西如果不是很多人都看好同一个方向 他哪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我后来就发现有一个分析师讲的话是对的 我知道你还有钱 真的 这是真的 大家都还有钱 真的 台湾人真的很有钱 只是放在银行里面你不知道该买什么 可是当市场有共识 那笔钱就一口气全部都冲出来了 尤其是今年啊 更可怕的是什么 很多人把储蓄嫌的保单都解约掉了 都冲到那个债券市场里面去买债券 因为他们会比那个利率啦 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说 美国的长天期公债已经接近风险非常的低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那不如就拿来买这种风险低 利率又高的商品 对没有错 尤其是他们有发现啊 在整个利率调降之后啊 受险公司给他的利率竟然没有调啊 他就会去比较了嘛 比如说我的保单才2.3% 可是呢我解约出来去买债券型的任何一个产品 甚至我直接买直债 我的利率都可以到5%以上 那我干嘛要继续放储蓄嫌呢 受险公司是苦主啊 对他是苦主 可是保护不管啊 保护不管啊 所以呢 为什么这些钱会这么多 其实很多呢都跟保单节约是有关联性的 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降息循环这件事情 非常的有把握 因为很简单啊 因为以前就长这个样子啊 你上去 维持一段时间 下来 所以你看哦 前一波 2006年到2007年 上去之后持平多久 大概呢一年两个月 然后之后的话就开始走降息循环 后来遇到了那个2008年的金融风暴 一口气降到几乎接近零利率 那你看哦 像今年的话呢 不是又来了吗 原本是升息升息升息 然后呢开始 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 经济好像有点衰退了 降息 然后这边为什么突然掉下来 遇到Cody My 19 整个就突然掉下来了 然后又出现了接近零利率 然后现在不是又上去了吗 所以你看啊 上去之后 会先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然后就掉下来 上去之后 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然后会掉下来 那我问你 你觉得这一次会长得不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 大家很值得留意的事情 低利率环境延续的时间 已经是相当长了 现在普遍其实是低利率环境 所以遇到这种暴力式升息的机会 其实蛮少的 不是景气太热哦 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对没有错没有错 而且呢 有一件事情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 事实上高利率会维持 比较久的这段时间 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怎么可能你升息到上面去 之后马上就给你降息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 对会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主要降息的时间点 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很明确的经济衰退 他就会一口气 大幅度的降下来 所以你看在2007年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2020年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是的 都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当初其实有提醒观众朋友 一个逻辑哦 降息的初期 其实股市是有压力的 是没有错 因为景气状况不好 才需要降息 对没有错 但是对债券 却是一个好光景的来临 对没有错 那大家都就是因为 看着这个升降息的循环 大家才会说 我现在好像升息 已经快到尾升了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我只要撑过 一段时间的高利率 然后就准备要降息 这个高利率一年哦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提醒各位的嘛 你不要想说 他马上就会掉下来 你一定要有个心理的预期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那事实上近期的话 这个债券市场的利率 跌了特别的快 对 跟这个家伙有关了 话真的要好好说耶 对 都不肯好好地说话 笑里长刀啊 他哪有笑 他脸还蛮臭 没有 这因为我找了一张 他没有在笑的脸 我觉得他每次出来讲话 都笑里长刀 你看他这一次讲了什么 首先第一个 他不愿意承诺 停止申请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 逼人家承诺啊 我就是要你承诺嘛 对不对 不然我的在世怎么办呢 不要一厢情愿 可是你看哦 不愿意承诺就算了 还打你一巴掌 我还要再给你申请嘛 恶劣啊 有点狠心 狠心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他再把你的预期呢 砍一刀 你现在不好没关系 我觉得你会改 你明年就会对我好了 但是我明年只对你好一半 我明年也没有对你多好 对你看哦 先给你升息一码 然后明年呢 再给你少降两码 这样一来一往的话 事实上明年顶多呢 就跟你年年初的预期比起来 就只有一码的空间而已 其实说真的就是叫做高利率环境 明年会持续啦 对 其实说真的就是这样子 有可能会维持一整年的时间 这个这件事情的话呢 真的非常的可怕 然后第三个才是呢 也是让人很担心的地方 这个美国的经济啊 怎么会出乎意料的好啊 我觉得他这个比预期强 但是你说非常强到也没有 比预期强就是他的GDP GDP有勉强有上调一些些 对对对 可是呢 其实我们都预期在整个高利率环境之下的话 那个企业的成本上升了 应该不会强 应该会大幅度的失业啊 然后呢 整个消费的动能会掉下来啊 事实上没有嘛 我现在很担心 到底是通膨先降 还是企业的获利先降 对其实我觉得 现在就是在玩一个胆小鬼游戏 你知道吗 到底谁会先退缩 对不对 谁又先受不了 对对对 所以简单来讲 他在今年的 会议记录公布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大家失望了 因为呢 他让你的不确定性变长了 然后呢 他把你的那个期望呢 给砍掉了 对 所以才造成了这一波啊 整个殖利率的部分 一直在往上走 那走了有多明显呢 来 你看这边就知道了 原本呢 在声明前的话呢 还算稍微 有一点点平稳哦 是慢慢变高 但是不会很凶 对 可是你看声明之后的话呢 直接就上去了 直接就上去了 因为为什么 他打你一巴掌 对 再把你的期望呢 给砍一半 是 所以呢 让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哎呀 那看起来那个高利率的时间 会比原本预期的还要来得久很多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 呃年 呃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在做预期的时候 大家普遍的讲法是什么 哦 明年会降息 而且呢 这件事情的话呢 可能最快 在明年的第一季 就会开始做降息的动作 可是你看呢 他整个 呃 公 那个公布声明之后的话 他变成什么 我明年会降息 但是实际上 跟你的年初的预期比起来的话呢 可能就一马 那是不是跟你的期待差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 哦 整个那个声明公布之后的话 债券市场出现 哦 失望性的卖压 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好 虽然是这样 直立率继续往上跑 但不得不说 明年好歹人家有承诺会降息 是 即使降息的马数不多 也代表 其实利率的顶到哪里 我们确实是看到啦 是没有错 对啊 所以你说华尔街说 直立率会飙到7% 我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对对对 利率就是已经见顶了 对已经见顶了 而且呢 会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是啊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呢 就会跟投资朋友讲一件事情 我们呢 从那个FED的利率点证的 预测图上面来看 人家就跟你讲了啦 我明年会降息 后年会降息 我甚至大后年也还会降息 只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速度不一样而已 原本你以为是 明年的话一口气降下来 但是我只是跟你讲说 我没有要一口气降下来 我是慢慢降 其实呢 这个时候只要出现一个 重大事件 对 经济衰退 我们刚刚前面的图都给你看了嘛 一旦你出现很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降息了 但是这时候投资股市的人也要小心了 对对对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呢 这时候债主应该要怎么办呢 来我跟你讲 耐心 古有名讯 好不好 来跟着我把这九个字念一遍 好不好 从哪里念 从这个 广积良 缓称王 高足强 顺序是这样的 循环念 循环念 这是循环念 一定要把这九个字给背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朱元璋会成功啊 对 就是因为呢 把这九个字牢记在心里啊 才成就他未来的大明王朝啊 好不好 总之就是先囤 没有错 不急 对没有错 然后呢 不要急着想获利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我帮各位把这九个字稍微改一下 来 稳领席 现在反正买的人也有席嘛 还没买的人 你就可以想象你可以领更多席 你可以领更多席 所以第一件事情 稳领席 好不好 稳的领 没错 第二个 养心去 心情要养好来 要平静 对 明年一定会降席 对呀 后年一定会降席 遇到经济衰退的话 一定会大幅度的降席 你在自我喊话吗 因为你也套不少 对没有错 干嘛 那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等 等降息 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所以呢 那如果现阶段呢 有投资那个债券市场 一定要帮我把这九个字呢 好好的背起来 成功的关键呢 就是这九个字啦 好不好 九字绝 好吗 不过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 还是要帮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整理 什么东西啊 当然 那个清单要整理一下啊 对不对 我还想要这一集 心灵鸡汤耶 没有 我们不可能做心灵鸡汤的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跟公众朋友讲说 现在的债券市场的债息 到底有多迷人 好啊 我看一下 你看我这边 我告诉你我还可以解定唇呢 你看我这边的话 我帮你把 诶 这几个规模比较大的产品 它的整个年化值率的部分 我都整理出来给你了 可是它有比较短天期的新兴债耶 那你不要买新兴债就好了 还是不建议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你也可以不要买新兴债 你也可以把它搭入到配置里面去 因为事实上 债券型ETF的产品 它已经帮你把风险的部分 做一些摊提的动作了 新兴债的话呢 至少也比肥头之级等级好 也是啦也是 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是做所谓的主权债啦 对对对 它是做那个国家主权债的那个部分 所以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你看喔 我们这边整理起来 有没有发现 这个5% 6%的那个殖利率真的很多啊 你看喔 以前我们在股票市场做投资 今天告诉你 我的殖利率5% 你明天会做什么事情 立刻就冲进去买了啊 那债券市场现在不就这个样子 遍地的5%跟6% 随便你 而且你看喔 我真是一个好人 你知道吗 我还帮你们把那个 每档产品配息的时间点 都整理给你看 你就可以呢 自由地去做搭配 好 这个等降息环境喔 跟等股票填息 有点类似的概念啊 没有错 它总是会填你才要买它嘛 对当然 升降息循环 因为它是一个很固定的循环 这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以是等得到的 大家不要太害怕 对对对 千万不要害怕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就跟你讲说 虽然呢 我们整理了非常多的资料给你 但是我知道 观众朋友永远是懒惰的 所以呢 我就帮你了 做一些简单的搭配 不要自己帮观众朋友下这种定论 真的吗 对 但就是这样 那这一张的话直接帮我拿掉啦 好不好 把我拿掉啦 好不好 前面大家已经滑 滑到这边来听这张 对对对 直接听这一张 来你看 最简单的月配席 是好不好 来 这两档买起来 好再券型的 对这样子买起来的话 你的5%就入手了 他们直接发行月配席的商品就对了 对对对对 接下来我记得有些新商品 也会朝月配席去做 因为事实上这两档的话 它以前是机配席 但是后来的话改成月配席 就是有把我们节目的话给听进去 他知道大家要什么 对他知道大家要什么 所以呢 他是那个月配席的产品 那当然了你如果想要把握降席的机会 对 又想要做到月配席的话 是 来我组合都帮你组合好 好 好不好 美再买起来 A级再买起来 这样子一搭配 大概有接近5%的一个水准 然后呢一样是可以做到月月配的一个效果 嗯 那你如果说你 你就是觉得我想要把握这个高期的机会 对 钱一直来 那我也帮你呢 做了另外一个组合搭配 这个利率的部分呢 可以让你呢 而接近到5.5到5.8%的一个水准 而且呢每个月都有钱进来 嗯 好不好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用什么 呃角度去看债券市场 你得到的逻辑就是不太一样 嗯 你如果说我今天看债券市场的角度就是说 我想要能稳稳的领袭 对 然后利率越高越好的话 恭喜你 嗯 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买到殖利率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嗯 但是呢你就是想说呢 我就想马上赚价差 嗯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等蛮久的一段时间 嗯 这是呢我们在 呃做这个资料的时候 有一些小小的提醒 想要跟观众朋友讲的 好 所以哦也顺便导正一下观念哦 虽然今年我们发现有非常多人 对于公债的殖利率觉得很迷人之外 更期待的是想要赚到价差 但是这边要提醒的是 毕竟要等到降息循环出现的时候 价差才会明显放大哦 那这个降息循环什么时候出现呢 它会出现 可是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晚一点点 这时候心情保持平静 假设您已经布局好买好了 那就稳领席 假如您还没有买哦 那也恭喜您咯 现在真的超级甜咯 你可以分批开始做布局 这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也会有人问了 啊今年感觉上早知道 我就买高股席就好了 好 市场永远说不准 所以您要订阅我们的荣耀番了 因为资产配置就是要发挥在这个时候 如果明年降息 会不会反而股票型的商品下跌呢 我不确定哦 可是如果你两边都配得很棒的话 至少你每个月稳稳的领到股席加再席 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 所以订阅一下我们的荣耀班吧 股仪等一下会教你怎么配哦